1号 1号女嘉宾 接下来咱先看看 1号女嘉宾的照片 比较老照片 但是也能感受到 一个爱美的少女 我年轻点也是这样发现 其实你从她画面当中 迎面铺来的 就是一种青春的气息 对 来吧 接下来掌声 有请女嘉宾上场 我的生活因为你而不同 欢迎您 您好 当时能圆圆脸 你好 来 认识一下 你好 好了 下一位来到身边 来 邀请 女嘉宾呢 刚刚在密室里面就说 不太爱运动 是吗 运动走 徒步都行 但是做瑜伽肯定是不行 所以说如果想现场 让男嘉宾教你几个瑜伽动作 你肯定是不会学的 是吧 你有骨头硬 我就别做那些 瑜伽是一种挺高雅的活动 挺好的 挺运动 金就拉开了 你就软了 只要拉紧 瑜伽就拉紧 男嘉宾是为什么学瑜伽呢 可以 学一学不人的爱好吗 我是 女嘉宾你好好聊天 不是 是为什么要学瑜伽呢 可以 错 家姐 你得理解 她是孙老板 我不对心理一个人 我孙姨吧 说话自在气场的 这辈子竟管理别人了 她俩牵手不上 但是阿姨骨子里还是很女人的 但是遇到那个能享受她的人 叔叔 你听管不 听谁管呢 听 媳妇管啊 那你听啊 你会改变自己呢 还是说 她说的我就是不听 能改变 能改变 是吧 如果她讲的有道理 对啊 我这也不是说不听人的 听劝 听劝 好 她听劝 你听管就行 是可以的 是吧 嗯 你不管是吧 管不住 那能行 你愿意管别人 你觉得就是 一般情况下 媳妇哪一种管 你觉得我是不会做的 我年龄07年就没有了 她活着之前 我从来都不管 去哪去不管 也不问 你不尊重别人 不尊重彼此 我说哪 我就走 你上哪走 那能行 你回离别异 你是说怕跟她吵架呢 还是说你发自内心 我就怕不想知道 对 怕吵架 怕吵架 嗯 所以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真的有一次 你出去干自己的事了 对方 你一宿没回来 也没给你打电话 也没找你 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会想的 我会想的 你会想 那就回家呗 你在外边默默地想了一句 拿你的话 还有事了 还回不去 那你在外边有事了 那你会跟对方主动说吗 我今天干什么什么事 几点都干啥了 对 头去一下 如果知道这件事的结果 就会打个招呼 这是很正常的礼貌 也必须做到的 是不是啊 必须做的 我觉得男嘉宾这个主动性特别好 因为你毕竟如果要是在一起生活 就是两口子 你去哪里一定要告诉对方才行 但是我觉得姐姐是属于充分给你自由的那一种 对 这是很正常的 我发现女嘉宾可能第一回问完之后 老公生气了 再也不问 是吗 对 所以不能惹她 因为我强加也不愿意的事 好 所以说你每做一件事 你想好后果然后再做 知道吗 对 要不然物极必反 接下来咱们通个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 20868号 孙伟 沈阳人 又13岁 丧偶 有住房 企业退休 儿子有婚独立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有着一个不平凡的过去 要说我年轻的时候可真是一个女强人 因为父母是买卖人 所以锻炼出了我的钢墙 隶属的姓儿 那时候的厂里上班工资底 我就选择了自己开启了饭店 同时家里还经营着啤酒生意 日子过得可以说是红红火火 谁也说我抛头路面做生意 可我骨子里还是一个爱美的女人 我年轻的时候衣服贵都装不下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沉淀了下来 现在学会了勾资活 现在没事在家里勾点东西 可是沉起来之后 却越来越寂寞了 男嘉宾你能带我走出寂寞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来吧 二位打个分数吧 男嘉宾首先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你又打分数 7.5 什么 9.5 100分吧 你给9.5 这分打的叫啥呀 9.5 9.5不到10 男嘉宾给男嘉宾打分数 我也能打95 接聊请二位 咱们注意了 慢慢聊 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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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伙 有我们妹子里都说 这也是挺帅 哎呦 这个眼儿挺帅 这现在手大了 皮完了胖了 16岁 16岁 就是吧 我63 年轻型 我现在吧 我以前是相当于把人说 人子就买 说主的 是吧 对 私以子就买了 就是已经搞掉过了 小笔眼我就不打理你了 你要好事的话就说 每天过去 但我不跟你接触 他要是跟他的话 最难的可以 一劳一愿地为他服务 现在吧 就转变了 挺好 我现在硬了一动 我看着 我这更多人也能打理你了 也挺好 我跟妈妹儿也能接触了 我就是直嘛 直 太直了 就啥说啥 我烦哪种人呢 就六区拍马会说的那种 虚头八道 我烦那种人 刚才大伙都说了 我是特别非常实在的人 非常实在的人 那你会甜言蜜语吗 我 我不会甜言蜜语 但是也有挺多女的 挺多女的 挺会手画 但我这绝不是那种 甜言蜜语那种 我喜欢懂我 那你会乖 那少一点就懂你啊 我想干啥才能知道 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我形容出来的 只能说是非常恰如其分 他们觉得非常合适 男人练语也 一家都是女人练的 他练语家 那反正是女朋友 他练语家还练得行 还不练语家也啥行 没有什么机会 能得出挺多女人的评价呢 那陈面一行一大把 一喊一大堆 那我觉得 哎呀 我也知道 人家愿意找个 找个像家宝玉是的 男人身边女人一大堆 那绝对不可以 同志啦 朋友啦 像现在都有群啦 参加各种活动啦啥的 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实际生活中也得呀 我就是无论是男的女的 接触过我相当一段时间以后 比如说认识个 两年三年啦 一年两年啦 开始仇我这人不怎么样 觉得语无惊人 貌不哑众的哈 但是出时间长了 他都会很有种地说 老孟的也是挺好 这是最起码的 那为什么没有人 跟你继续下去 就是突破那种友谊的关系 变成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 没有这样的吗 都到这个时候了 确实得需要深重地考虑一下 认真地选择一下 不能说是随便就迈开那步 那你要是找对象的话 找老伴的话 你得给对方多长时间了解你呢 这个我不能限制人家 人家愿意时间长 咱一样时间短也不行 就关键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后挺多女的评价 说挺好的时候 最后都变成哥们 都不愿变成情侣 所以她身边异性的哥们很多 发现她好的时候哈 没有进一步发展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说往往两个人都挺好 两个人都是好人 而且都非常正直 非常本分的好人 朋友现在就特别好 但是这个不见得走进生活 成为夫妻就 就脸儿太像了 就一定非常好 这个不是说我说 都有这种说法 也是吧 对我的感觉挺好 就是已经表面上 你的感觉已经挺好 因为我不怎么太需要你 表面长的小伙子帅呢 那不行 就是你说你有文化 那我就喜欢有文化的 他挺对 他挺对 他是有文化